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名十三陵 是世界文化遗产 也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 现存规模最大 地厚灵寝最多的一处黄陵建筑群 不过呢 鲜有人知 在远离十三陵的北京西山 海淀区的玉泉山北路金山口 也有一座黄陵赫然屹立 它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北京的明十四陵 那么这座失落在荒野的黄陵 究竟埋葬的是明朝哪位皇帝 这位皇帝为何又飘零在外 没能归葬于祖先选择的万年吉地呢 坐落于北京西山的景泰陵 埋葬着明朝第七位皇帝 景泰帝朱祁玉 朱祁玉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 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 他的在位时间是公元1449年到1457年 这座陵景根据他的年号景泰 而名为景泰陵 景泰陵整体规模不大 有三进院落 陵门外参天松百家道 陵区还保留着玉碑亭 宝城以及响殿的前门 其中的陵门已在早年间损毁 陵门内就是第一进院落 现如今只残存碑亭 其他建筑荡然无存 碑亭往北大约20米 便是响殿前门 这里的响殿大致等同于 明十三陵各陵中的灵恩殿 是祭祀的主要场所 进入响殿前门便是第二院落 可惜第二进院落中最重要的主体建筑 响殿早已无存 响殿之后有一道土墙 中间为门 由此进入第三进院落 便是墓中区 不难发现景泰陵的墓中 非常的简陋 与十三陵中明朝其他皇帝 苍松翠柏围绕的墓中相比 可谓是天壤之别 都是皇帝 为何景泰帝的陵墓如此简陋呢 好 青年探秘者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探一探 说北京的西山还有明十四陵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给您请来了一位探秘者 也是我们北京金牌读书推荐人 崔黛元老师 欢迎崔先生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崔黛元 崔黛元北京读书形象大使 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 崔黛先生有个问题 现在问您 你看这个大屏幕上一张照片 照片比较古旧 但是是一张真实的历史图片 是一位德国的女摄影家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 哪呢 是咱们西山 北京西山 有个叫景泰陵的地方 这个景泰陵是怎么回事 它的这个规格 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这个景泰陵很有意思 你看咱们都知道 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 那么就是说十三座陵墓了 对 那么其实明朝一共十六位皇帝 那还有仨呢 对了 问题来了 第一位皇帝呢 朱元璋 朱元璋的陵呢 在南京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明孝陵 第二位呢 叫什么建文帝 建文帝不知所宗 有的人说他跑海外去了 所以他就没有陵 对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位景泰帝 这位景泰帝呢 他的陵啊 就不在十三陵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上管他叫戴宗 戴宗 什么叫戴宗呢 就是代替皇帝 或者说是一个临时皇帝 弃补 翻译成现在就是临时宫皇帝 就这么一个 所以他的陵呢 实际上是一个王的一个规矩的陵 葬在哪呢 葬在西山上 当时明朝的这个亲王啊 跟这个宾妃 他们的这个陵墓群里头 所以你看这个陵呢 你现在这个老照片能够看出来 他这个规制很简单 就不像十三陵 十三陵大家都知道啊 前面有神道 对 是不是有各种十二十码 是吧 是这样的 你看他这就很简单 是吧 这是一套怎么样的 首先说这明楼 这里头呢 应该有一块碑 就咱们老说 封碑封碑 其实封碑在这里头 干嘛呢 首先呢 写上这是谁的陵 是吧 您总得知道这是谁的陵啊 那么然后呢 应该写上他的功绩 是吧 这是一般的这种规制 但是这个殿很有意思啊 只有这个景泰陵啊 他的那个碑呢 是反过来的 反过来的 他的那个碑 那个名文啊 是后人写的 是谁呢 乾隆皇上写的 乾隆皇上对他的评价 因为是乾隆皇上写的 所以给他翻过来了 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他那谁谁谁的陵子 那写的后头了 是这样的 太有意思了 对 这个响殿呢 是古代的祭祀用的 因为过去嘛 特别这个亲王啊 他得享有这种祭祀的 这种怎么说呢 有人烧香 后人得烧香 对对对 不光是这个烧香啊 你到了这个逢年过节 这得有供果啊 是进行这种仪式用的 所以呢 这是响殿 后头大家看到的这个圆呢 实际上呢 他最后的这个陵墓 就在这个的底下 这叫宝顶 应该在宝顶的这个底下 或者说如果有地宫 那么就应该是在他的底下的 就是这么一个规制 作为明朝的第七位皇帝 名景太帝朱启玉 为何在死后 没能归葬于十三陵 这和朱启玉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密不可分 景太帝啊 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第二个儿子 在他二十一岁之前 只是京城中的一位逍遥的王爷 在同父异母的皇帝哥哥明英宗 朱启镇手底下日子过得还成 有滋有味儿 但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呢 这兄弟俩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朝正统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1449年七月 蒙古瓦剌部落首领 也先以明朝减少赏赐为由 兵分四路进返内地 其中主力由也先亲自率领奔袭大统 不到二十三岁的明英宗朱启镇 年轻气盛 在其宠幸的宦官王振的忽悠下 与七月十六日率二十万大军 御驾亲征 由于准备仓促 军心不稳 出师不力 8月14日退至土木堡 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淮来县东南部 被也先追上包围 并切断水源 最后静止全军覆没 王振被杀 英宗被俘 实称土木之便 皇帝被俘 朝野上下一片震惊 京城人人自危 此时也先挟持明英宗 帅部队步步禁逼北京 情势万分危机 当时明英宗的儿子 太子朱建身只有两岁 关键时刻 明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决定 让明英宗的弟弟 成王朱启玉为监国 朱启玉之后 在九月初六日登基称帝 改元景太 姚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景太帝朱启玉登基之后 还下召边关首将 不得听信瓦剌的借口 使得瓦剌意图用 这中间有什么故事 这个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事件 叫什么呢 叫土木堡事件 当时是有一个宦官 这个宦官叫王镇 那么这么讲 朱祁镇从小 就是跟着宦官一块长大的 对宦官可以说是严听计从 这当时不是瓦剌 就是来怎么说呢 这这这 亲战吧 这跟这个明朝打仗吧 他呢就忽悠这个皇帝啊 当时的这个皇帝明英宗啊 御驾亲征 御驾亲征一共准备了几天 三天 大家知道现代打仗 不就是叫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吗 三天打够啊 他没有任何的准备 然后呢 他把这些重要的官啊 连门人带武将就全带走了 就带到山西去跟人打仗去了 就这样 那么结果你想想这叫无准备之杖啊 对 无准备之杖到了那之后呢 而且最有意思是谁呢 这个这个太监啊 叫王震啊 他可能啊 是想啊 让这皇上从他们家过一下 过一下你想 皇上就 皇上就 对 带过来了 多牛啊 这种感觉啊 结果呢 就就给这皇上啊 就就带了一歪道上去了 而且呢 这个拐了好几个弯 换了好几条道 最后呢 在这土木堡这地儿呢 没有水 没有水 你想这部队没有水 喝得不就急了吗 就让人给包围了 那么最后呢 这个朱祁郡呢 就让人给抓走了 他就这么被扶的 嗯 那这个景泰陵里边的景泰帝 就是朱祁郡的弟弟 朱祁郡 对 所以朱祁郡呢 等于原来就是没他什么事 他当不了皇帝 是因为这个朱祁郡呢 被这个宦官蛊惑 带着兵出去打仗 文武百官一块群去了 对 结果他才有机会 说成为这个皇帝 对 是这样的 哦 这么回事 第一呢 咱先说说这个 明英宗被俘以后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被俘以后呢 实际上当时这瓦剌呀 想拿明英宗干嘛呀 就是敲诈 哦 就是他并不是说 想把他杀了 作为人质 没有这个意思 要驾 你看啊 我这给你这个皇上抓来了 那你得给我多少多少 是吧 把皇上换回去 这样啊 这么一个想法 而且呢 无数次敲诈 他是这么干的 后来呢 那么当时呢 就有大臣呢 就是想啊 叫什么呀 迁都 迁都到南京 大家知道明王朝 不是从南京来的吗 对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有名的大臣于谦 就站出来了 说不能迁都 一迁都呢 这就人心患散 那怎么办呢 那就得跟他打 那么现在呢 我让他的弟弟 这个朱祁玉当皇上 我就有皇上了 你不就拿皇上要挟我吗 我有皇上了 我把皇上升一格 对 他当时是有一个什么理论呢 叫设计为重 君为次 OK 证明是江山设计 也是重要的 国家第一 君主呢 是次要的 他是这么着 所以呢 就在这个虞谦的提议之下呢 这个谁啊 这个朱祁玉呢 就变成了皇帝 那这一下就有皇帝了 那么 虞谦呢 就提成了 叫兵部尚书 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 但虞谦呢 其实是一个文臣 他其实还带了很重要的 一个人 这个人是武将 叫石亨 但是后来这个人表现不太好 咱们先说这儿啊 确实当时在北京保卫战 它是起到作用的 因为史书上记载啊 石亨擅使大刀 应该说像关羽这么一个武将 这样 然后呢 在北京保卫战 确实是就在咱们得上门外 把这瓦剌给打败了 这么着 所以呢 北京保卫战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 不但保卫了北京 而且呢 延续了明王朝的统治 景泰帝朱启玉 重整朝纲 历经图治 解决了明朝的内忧外患 一切似乎都已不如正轨 但是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突然发生了 他哥哥 被俘虏的明英宗朱启镇 居然被敌人给放回来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 瓦剑从明英宗身上 捞不到好处 便想释放他 借此求和 这时双方的身份仿佛掉转 瓦剌想放人 可坐上天子宝座不久的景泰帝 却不那么想接回自己的哥哥明英宗了 明史于谦传记载 当时有大臣建议景泰帝迎回明英宗 景泰帝十分不愿地说 我本来不想当这个皇帝 当初是你们逼着我当的 这时还是于谦对他说 皇位已经定了不会轻易更改 礼当尽快借太上皇回来 景泰帝见于谦都这么说 只得说听你的吧 于是被瓦剌俘一年之后 明英宗朱启镇踏上了回乡之路 1945年8月初二 他从野仙的驻里出发 14日抵达居庸关 15日悄然进入安定门 明英宗终于回到了北京城 关于景泰帝和明英宗兄弟的会面 历史上说法不一 有的渲染说兄弟二人嘘寒问暖 彼此谦让了一番 但明实录只有一句 帝迎建于东安门嫁入南宫 文武百官行朝建礼 意思是说景泰帝在东安门迎接被释放回来的哥哥 文武百官朝建后 才24岁就成了太上皇的明英宗被安排住进了南宫 也就是如今故宫东门外的南池子一带 不管是嘘寒问暖还是冷眼相对 事实上是被释放回来的明英宗 虽有太上皇的头衔 但从此被软禁在南宫 也就是如今的南池子 这一软禁就是整整七年 七年里景泰帝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贯迁 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 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 有时候吃穿不足 导致明英宗的原配钱皇后 不得不自己亲手做一些纺织品 托人带出去变卖贴补家用 为了避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 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 让人无法藏身 就这样 年轻的太上皇明英宗 在惊恐不安之中 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软禁生涯 这个景泰帝也挺有意思啊 您这皇位是因为哥哥被人家给抓走了 所以呢您呢急了位 但是这个哥哥回来了 是不是应该还朝于他的这个兄长啊 很显然他没这么做是吧 当时他是怎么做的呢 是这样的啊 当时呢这瓦剌呢一想说 这皇上也没有用了 那怎么办呢 我把这皇上还给你们 不要了 还给你们干嘛呢 这有两种说法了 有一种认为呢 说没有用了嘛 没有用了我何必杀的呢 还给你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是阴谋 就为了让你们俩掐 兄弟不合 说你看你这原来这有一皇上 那么呢你把他变成太上皇了 你当皇上了 那我把你这哥哥给你送回去 我看你怎么办 一开始呢 他这弟弟呀 就这朱祁雨呀 就不太希望他哥哥回来 别回来了 史书上也有好多种说法 有的说呢 他根本没接 就是他哥哥回来 他都不接 对 有的说呢 说他接了 接完了以后呢 直接呢 就给送到南宫去了 南宫在哪 就现在南侄子 我小时候就南侄子长大的 现在那不还大庙吗 大庙叫普渡寺吗 那就是当时南宫留下来的 接到那去了 干嘛呢 就是说啊 你是太上皇啊 你太上皇 你就负责好吃好喝 你也不用管什么事了 这国家大使由我来负责 他在故宫里 把他哥放在南侄子那 他有这么个想法 其实呢 一开始啊 他们这个家族啊 是有一个约定的 是什么约定呢 就是说 朱祁镇 不是当太上皇了吗 那么朱祁玉 不是变成皇帝了吗 那么但是太子是谁的呀 是朱祁镇的 就是是明英宗的太子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朱祁玉 百年以后 这个家族 这个皇帝位给谁呢 还是给英宗的儿子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古代 皇帝他是讲这个一脉相承的 是吧 所以呢 为什么后来这个朱祁镇 他也就是默默认了这种 这种现状 就是当太上皇 是吧 他这也认了 对 而且他一下呢 挨那怎么说呢 算是软禁了七年 那很长时间呢 是 他是这样 因为他有这个太子 这个希望 是 而且呢 历史上还记载呢 他对他这个哥哥很不好 包括呢 把这个门呢 这个门锁里筑了签 把那个南宫的树砍了 为什么呢 就是怕有人去救他 而且呢 他病了 也不给他药吃 就是个虐待 这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总之呢 这个朱祁镇呢 在这南宫啊 呆得非常不爽 所以他地罪 他不是特别好 对 这个各种就是盼着他赶紧玩完 对 或者说起码是很冷淡 但是崔老师 我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啊 既然说这个 他弟弟啊 朱祁玉啊 对这个朱祁镇这么防着 当时呢 把他软禁起来 但为什么他还是最后 没有这个下狠手呢 把他哥哥给杀了呢 这个呀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是属于公斗戏 看的太多了 他有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 他如果他把他哥哥杀了 这件事首先要征得 和太后的同意 太后是谁啊 是朱祁镇的妈 朱祁镇的亲妈 你说这事 他妈能同意把他儿子杀了吗 这个朱祁玉和朱祁镇 是一母同胞吗 同父一母 同父一母 太后不是一个妈 对 太后是朱祁镇 也就是英宗的妈 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 太后不能同意 另外呢 就是按照当时啊 他实际上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明朝他实际上 他有很多的这种因素在制约着 你比如说大臣 你比如说宦官 其实是很多利益集团的这个争斗 他不能被这种千载骂民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历史上呢 有这么一件事 其中有一个大臣 他倒不是说提议把他哥哥杀了 他提议呢 你把他啊 流放 你把他送到外地去 那怎么办啊 这个弟弟朱祁镇呢 立刻就把这个大臣治了罪 治了罪 把他发配了 这个是史书上有记载的 对 说你怎么能出这种主意呢 你不是害我吗 是吧 这叫什么 这叫忤逆啊 忤逆 忤逆犯上 对 青年探秘者永远对未知 保持好奇 大家好 我是罗旭 随着朱祁镇的地位渐渐稳固 这靖太帝啊 越发不满足了 他不仅要自己做皇帝 而且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建记 也能够取代前边的太子朱建申 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那么他费力太子的愿望 能够实现吗 土木堡之变后 景太帝登基 同时又立了自己的侄子 明英宗之子朱建申为太子 这番用意很明白 大明江山依然是明英宗的 景太帝只不过是代理执政而已 但哥哥已经被软禁 景太帝的心思活泛起来 他想换自己的儿子当太子 景太帝先是他颇有资历的太监金英 说 七月初二日是东宫太子的生日 金英立刻回答 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前者是景太帝儿子朱建记的生日 后者是太子朱建申的生日 景太帝的初步试探没有打倒理想的效果 在隐忍了一段时间后 景太帝仍然不停地试探 甚至贿赂朝臣 希望他们在调整太子的问题上 能站在自己这边 甚至不惜以武力威慑 就这样 在景太三年 也就是公元1452年 景太帝终于废掉了侄子朱建申的皇太子的称号 离自己的儿子朱建记为太子 没想到第二年朱建记就夭折 景太帝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当时贵州道监察御史中同上演 太子轰视足之天命犹在 意思是说太子死了 说明老天爷认定他不配当太子 这番话把景太帝气得要死 当即下令把中同活活障毙 也就是用棍子打死 当时景太帝不到26岁 虽然唯一的儿子夭折 但他认为自己正当壮年 儿子还会有的 可谁曾想后宫家里三千 但一连三四年 景太帝都没再有儿子出生 景太八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 不到三十岁的景太帝突然病重 卧床不起 原本正月初一举行的最隆重的大朝贺 也不得不取消 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不知这偌大的帝国将有何人接掌 一番紧张的磋伤后 正月十六日 景太帝和大臣达成一致 准备在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商议黄出问题 好 来 咱们接着探秘啊 刚才说到呢 景太帝即位的时候才二十九 后来呢 他把这个自己儿子啊 扶成太子之后 一年左右时间 儿子死了 哎 这是为什么 他这个儿子 说实在的就是从小就应该身体不太好 哦 本身就有病名量 对 对 而且岁数很小就死了 嗯 而且死了以后呢 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哦 所以呢 结果就造成了明朝没有太子 因为前一个太子已经被废了 这么一个情况 说到太子这件事啊 想多聊两句 您说 就是这个朱启玉这个人呢 他在治理国家上 应该比他的哥哥强 为什么呢 怎么说 嗯 因为他哥哥治理的时候 主要是宦官政治 嗯 以至于他让一个太监忽悠的去 御驾亲征 然后让他给抓住 嗯 是吧 那么到他弟弟呢 主要是这种文官政治 嗯 哎 靠这种大臣 哎 其实呢 这 呃 整个的这个 呃 应该说国家的治理的呢 不错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他在处理这个皇位的继承 跟他哥哥的这个关系上啊 应该说是做的不漂亮 你就比如说一件事吧 嗯 他为了废 他哥哥的儿子 这个太子位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买通大臣 嗯 你这在历史上很少有 嗯 他给他自己的大臣送钱 嘿 贿赂大臣 哎 对对 堵他大臣的嘴 啊 结果是什么呀 一百多个大臣 没有一个提意见的 嘿 都被买通了 都被买通了 你看 而且呢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 当初就这朱启玉的皇后 嗯 朱启玉的皇后啊 嗯 就不同意 把他的儿子立为太子 哦 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他皇后生的 明白 是他底下的一个 杭贵妃生的 哦 杭贵妃的儿子啊 要立为太子 他的皇后 他是不同意的 对 因为把这个立为太子了 他身份就低了 对 那里就成为太子的妈妈了 对 他怎么办呢 他居然 这朱启玉居然把皇后废了 为立太子 对 把他的这个 这个后来的这个杭贵妃 他的儿子立为太子 把他扶成皇后 啊 而且这个在景泰帝这个30岁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身体就出现问题了 对 他这个太子死对他影响很大 嗯 包括他造成了这个明朝没有太子这个局面啊 他就得病了啊 而且呢 是病得很重啊 可以说是一病不起 是不是心理压力太大 几个说法啊 有的人说的就像您说的 说是这个他 这个 心理压力太大 你想儿子死了吗 是不是 皇上也是人嘛 对 还有一个说法呢 因为没太子了 那怎么办啊 他希望赶紧有一太子啊 所以他就整天沉迷于女色 就希望早有一个儿子 这个可能也是原因 据说啊 在景泰八年 也就是公元1457年正月十六这天 急于立王储的大臣们呢 已经商议决定 一起上奏 重新立景泰帝的侄子 明英宗的儿子朱建深为太子 他们决定啊 在次日清晨 景泰帝临朝的时候 提出这项建议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就在正月十六这天夜里 一场宫廷政变爆发了 短短几个时辰 不但改变了明朝的历史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景泰八年 也就是公元1457年正月 景泰帝病重 他把武清侯石亨召到病榻前 亲自嘱咐后世 石亨虽然表面上一一允诺 但他亲眼看见景泰帝 厌厌一息的样子 内心早已经打起了别人的主意 石亨告退后 立即派人找到了前辅右都督张贝和宦官曹吉祥 告诉二人景泰帝已经不行了 咱们赶紧找后路 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 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明英宗的身上 拥立他复位 此举一旦成功 那么三人势必飞黄腾达 于是三人当场做了分工 宦官曹吉祥去见孙太后 密告他复辟一事 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 石亨和张贝连夜又去找督察院御使徐有珍 几个人经过祥密谋划 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晚徐有珍换上朝服 带人前往当时的太上皇明英宗被软禁的南宫 也就是如今的南池子一旦 然而南宫宫门坚固一场 怎么也打不开 石亨派数十人抬着巨大的木头撞门 门没有撞开 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塌了一个大洞 众人便从这墙上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南宫里面明英宗当时正在读书 听到巨大的撞门声 他心想完了 这回我命休矣 认为是自个儿的弟弟景太帝派人来杀自己 谁曾想跑进来的众人 一旗跪倒在自己面前三呼万岁 明英宗才明白过来失请原委 事不宜迟 徐有珍等人把明英宗推到了龙面上 匆匆从南池子一带的南宫出来 直奔数百米外的紫禁城东门而去 好咱们看完短片接着探秘啊 话说这个景太帝的哥哥明英宗就朱启镇啊 半夜听到有人抄门 哎呀这心下大慌啊 说是大献一到 为什么当时有这种想法 他以为是他弟弟派人来杀他呢 这么一个想法 不曾想到是人家来接他这个复辟 因为什么呢 其实啊 他并不是说一个皇帝的事 他有他的利益集团 就有很多的大臣 应该说是效忠于他的 或者是当时他提拔上来的 是他这些大臣需要他当皇帝 哎 因为如果这么讲吧 当时的事是这样的 如果朱启镇死了 英宗要不能够当皇帝 会是一个什么局面的 会是从外地 那一个藩王回来当皇帝 这件事是他这些大臣 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他们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 他还能不能当这官 说不准了 对 一朝天子一朝臣 对对对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们就急需干嘛呀 把这个英宗推上皇位 所以这就解读我们另外一个疑问了 就是为什么这个景泰帝啊 朱启玉啊 决定在正月时期早朝时候 讨论这个继位人的问题 但是呢 有的大臣就迫不及待了 晚上半夜去接这老皇上了 对啊 他要讨论来讨论去 不是他怎么办 是吧 谁去请的 去请的这个人 就是刚才咱们讲 在北京保卫战里头 立下汉马功劳的叫什么呀 石亨 这是一个武将 他带了自己一千多家兵 应该说是 怎么说呢 破门而入 然后打开了这个南宫的大门 把这个皇帝呢 拿一个轿子 就给抬走了 就这么回事 而且呢 当时他还做了周密的安排 就是里应外合 这个南宫这儿 也有他的内应 然后这紫禁城里 也有他的内应 包括当时有一个太监 名字我记不清了 应该是在宫里头 是他的内应 所以这个朱启镇 又给抬回去了 朱启镇自己当时想到了吗 想到有这一天吗 应该说他没有料到这么突然 没有料到这么突然 静泰八年 也就是公元1457年正月16的深夜 被软禁长达七年的明英宗 朱启镇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朱启镇坐着龙年 被大臣簇拥 从如今的南池子 急匆匆地奔向了紫禁城的东大门 东华门 如果说这一回啊 朱启镇能顺利的进入紫禁城 那么他重回天子宝座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 但是我们知道 东华门是皇城禁地 守卫森严 御灵军会允许朱启镇再进攻吗 明英宗一干人等连夜奔向紫禁城的东大门 东华门 如事先预料的那样 遇到了守卫的御灵军上前阻拦 这时明英宗站了出来 向御灵军说明了自个儿太上皇的身份 御灵军顿时傻了眼 带头的当即立断 打开大门放明英宗一行进入皇宫 直奔大殿而去 在徐有珍等人的簇拥下 明英宗进入奉天殿 坐上了和自己 阔别八年之久的天子宝座 随后敲响中鼓 召集群臣到来 群臣面面相去 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正在众人犹豫之际 徐有珍站出来大喊 太上皇复辟了 朱启镇对百官宣布道 景太帝并重 群臣迎阵复位 你们个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众朝臣见此 只好跪倒参拜 明英宗就这样 重新成为了大明皇帝 史称夺门之变 而当时的景太帝 正在前清宫西暖阁书席 准备临朝 突然听到前面壮忠雷鼓 惊恶万分 片刻后 宦官兴安回奏说 是太上皇复位 景太帝只连声说 好 好 好 然后喘了几口气 就重新回到了床上 面朝墙壁睡下 随后 复辟成功的明英宗 把弟弟景太帝 软禁在了西内永安宫 一个月后 景太帝去世 享年三十 明英宗下诏 指赤他的弟弟 不孝 不惕 不仁 不义 遂得张文 神人共愤 废掉他的皇帝名号 此嗜好为利 称成利王 表示景太帝终身为恶 死不悔改 即以亲王之礼 葬入西山 那这个咱们回过头 得说一说 这个明英宗啊 朱启镇是怎样 兵不写任 就把皇位又给夺回来的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那个石亨 他带着人 到了南宫 把他的哥哥明英宗 给接出来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英宗复辟 而且接着到哪了呢 就是进了东华门 进了东华门 当时这个把位的 当时这个叫什么 这个卫兵还问 说你是谁啊 说我是太上皇 太上皇 而这当时咱们不是讲的 这石亨是武将啊 带着一千多家兵去的呀 这样直接呢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直接呢就进了这个 就怎么说啊 这个朝堂了 这样 当时呢这个谁啊 这个朱启玉啊 在后面都不是病着吗 就听见前面古月齐名啊 古月齐名他就问 说这是于谦吗 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 后来呢 底人说不是 说是英宗 说是太上皇 当时还不是说的英宗啊 说是太上皇 他说是哥哥呀 好啊 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 这个就是有门的英宗复辟 当时英宗呢 就是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上朝的时候 不是这个古月齐名 大臣就进来了吗 大臣进来心想 这不是景台地吗 抬头一看 呦 怎么 太上皇 就这么着 然后当时呢 这个石亨啊 就带头 就是说这个 英宗在此 大伙 那谁敢不办 这么着 这个时候 人家可是又拿回皇位了 拿回皇位之后 别忘了 他可是过了七年 很寒酸的 这个软禁的生活啊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一个是兄弟之间的 这个关系怎么处理 另外一个这个新老皇帝 他对这个弟弟又要怎么办呢 他是这样 他第一件事呢 就是把他的这个弟弟 叫朱启玉啊 又贬为了成王 因为他在这之前 他是成王 你还是做你的王 而且呢 他当时立的那个太子 太子是这样的 太子如果立了 就是他死了 他也是有这封号的 把这个也撤了 而且他这个太子 就是刚才咱们讲 朱启玉这个太子 明朝后来所有的皇帝 都没有承认过 他是太子 是这样的 就根本不承认 就历史上就抹去了 抹去了 那么朱启玉呢 根据史书记载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 他就病死了 因为他本来不就有病吗 死了 后来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就病死了 没多长时间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被一个太监害死的 明白了 这两种说法都有 好 历经数百年变迁 景太陵已经和初剑知识 有很大的变化 不过从一些小细节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 景太陵的剑制和明朝 其他帝王的陵情 有着不小的差距 我们知道 在十三陵当中啊 帝王的陵碑 通常十分高大 但是反观景太陵的陵碑 可以说比十三陵当中 任何一座都要矮一些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规模呢 也已经是经过明朝 后来两位皇帝 下令改建曾氏之后的结果 景太帝去世以后 以亲王之力 被草草葬入西山陵园 起初的景太陵非常简陋 他能有后来的规模 与当时朝廷官员的努力有关 景太帝身后凄凉 朝野上下为其平凡昭雪的呼声不断 明英宗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朱建申继位 在成化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1475年12月 朱建申下诏恢复自己叔叔 景太帝的皇帝名号 并下令按帝陵的规格 修饰陵寝 但实际上 仅对陵寝略加增事 陵宫建筑仍按王陵的级别 赋以绿色琉璃瓦 六十多年后 嘉庆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1536年3月 明世宗拜业景太陵 同样是以藩王身份 继承地位的世宗 自然对景太帝多了一份同情 他认为景太陵 全然不符合地陵体制 命令改用黄色琉璃瓦 同时调整了景太陵墓碑的位置 后人说景太皇帝陵的规格 在皇帝与亲王之间 名义上叫景太陵 但远远没有达到地陵的标准 而景太帝的遗体 始终没有牵回昌平的明代皇帝陵区 隐藏在海淀西山的景太陵 成为了永远失落在山野间的北京明朝第十四陵 好 咱们接着探秘 接下来咱们得说说 在海淀西山有一个景太陵 这景太陵是名不符实的皇帝陵 这种说法咱们解读 因为是这样 那么当时明英宗复辟以后 实际上是把他弟弟朱启玉 贬成了成王 贬成了王 然后按照王的规制葬在西山 当时明王朝给亲王 还有皇妃他们用的陵援 所以是按照王的规制建的 当时建的应该是绿瓦 王是绿瓦 那么后来到了明英宗他的儿子的时候 又觉得他这个叔叔 当时对国家还是有功的 有功的 那么所以还是应该 按照皇帝的规制建的 所以又恢复了他皇帝的这种名号 叫什么呢 叫代宗 什么叫代宗呢 就是代替皇上 你看代替就不是很正宗的这种感觉 就等于临时宫那种感觉似的 这样 但是在他儿子这儿呢 并没有给王陵进行这种 怎么说呢 重新的换瓦呀 提高规制啊 那么再后来呢 又过了一个皇上以后 才把他的这个亡灵啊 盖上皇法 经过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 然后关于他这个下葬的过程 也有很多的波折 这个呢 应该说有这种民间传说 说什么呢 说一开始啊 这个有大臣啊 说这个反耀 说他还是当过皇帝的嘛 那还是应该葬在这个十三陵去嘛 刚才咱们不是讲了 他不是为自己建了一个灵吗 皇上的目的啊 那么皇帝呢 当时呢 是买通了这个杠夫 买通了这个杠夫干嘛呢 就说这太臣 太臣呢 怎么办呢 这杠夫啊 就用了一波换一波 用了一波换一波 那么后来呢 就停到了一个小庙里头 停到了一个小庙里头呢 就不忘十三陵那儿运了 不忘那儿运了 换了一个地儿 这么着 所以呢 北京呢 现在呢 就有这么几个地名 你看啊 第一呢 叫什么呢 二波子 二波子 有四波子 就是换了第四波 第四波了 还有一个回龙观 你看现在不是回龙观小区吗 什么叫回龙观呢 就是说 这个龙 皇帝不是龙吗 到了那儿以后 又回去了 哦 原来回龙观 是这么来的呀 对 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啊 正史没有记载 好 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 北京金牌读书推荐人 崔大远先生呢 给我们解开了这么多谜团 所以这个明朝这个皇权这些事啊 的确是这个错综复杂 这段历史的意思 大家可以研究 谢谢各位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探秘者 我们的宗旨呢 是对未知保持好奇 今天节目就在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带着您继续探秘者